小鎮日前正式 和前夫李靖良離婚 在新節目記者會上 首度面對媒體 公開終於下定決心 潛資的原因 我那天還跟賈經文說 妳的故事讓我覺得很勵志 然後還有包括像 比如說小嫻 我們公司現在已經變成 失婚俱樂部了 對啊 但是我覺得 有看到很多 比如說乙柔 我覺得看到他們的新聞 其實有讓我從然覺得說 是否有可能 我也可以 再給自己一次機會 恢復自己的留神 然後單身看看 會有什麼樣不一樣的事情發生這樣 所以其實是身邊很多 這些女生給我一些勇氣 然後讓我覺得可以試試看 儘管周圍好友 對離婚儀式都相當開心且支持 但最重要的 還是女兒A媽的心情 妳在跟小孩溝通過程當中 我第一原則 當然不去講任何對方的話 的話因為那是她爸爸 然後所以就是要 圓滑的方式告訴她說 妳跟爸爸都很忙 那妳是不是很希望說 假日如果將來有一個人 出現在我們生活當中 可以帶妳出去玩 做到爸爸以前 沒有辦法做到的事情 妳不會很開心嗎 她一樣跟妳們的重點都抓錯 說她那個人是誰 我說那個人就還沒出現 但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媽媽現在 在跳脫這個狀態的話 才有可能去遇到另外一個人 可以 有可能可以做這樣的事情這樣 然後她慢慢就理解 就說 她覺得我這幾年都一個人啊 很孤單啊 因為她前幾次有鬧過脾氣 就是哭 然後就說 她不希望我們分開 然後就忽然間的有一天 晚上睡覺的時候 她就說 媽媽我覺得我太自私了 我希望妳開心 我也希望也有人疼妳這樣 整個就是母女相擁而泣 就覺得她真的懂事 其實對我來說 也放下一顆心 講真的她如果 不同意這件事情 我也 可能我也不會去 簽這個旅婚結束 她如果跟前新 那妳會祝福她 我覺得當然會啊 這麼多年了 那個恨跟那些也都過 我覺得她跟她那麼多年 也是代表她是適合她的 小禎坦然祝福前夫 也回應了自己 和丁春婷的緋聞 欸 放過我吧 我才剛單身欸 好不容易 為什麼要立刻鎖住 我們就是教友啊 就是每個禮拜三都會聚會啊 那妳之後還會再婚 謝謝 我就說我不會輕易去墓園的 那 那丁先生會是 妳之後考慮的對象嗎 欸 考慮 欸 對啦 在此真有 就是真的有 有興趣的朋友們 可以來 交流一下 溝通一下 講真的 講前面說沒差沒差 但是其實前下來那一刻 還是覺得 啊 對啊 是 無事重負 我希望跨出這一大步 能夠有所 新的人生展開 新對象有沒有想要開什麼條件 新對象有沒有想要開什麼條件 呃 可不可以再過三年 讓我想說完單身 強調單身得來不易 希望小禎不論是否有對象 都能幸福啦 完全威樂總和報導 完全威樂 搖擔 可不可以 是 徐炳 也 沒有 有 這 更多